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果皮 这里可不是垃圾厂 澳洲维多利亚省每年制造200多万吨厨余 目前有大约20间将废弃物转换成能源的工厂 其中之一就是这座生殖瓦斯厂 每年消化三万三千吨厨余产生的升级瓦斯 可供将近75万户家庭使用 同样是先进国家 德国朝着能源自己的绿能目标迈进 也希望一并解决垃圾问题 游历阁带领团队收集当地的废弃物 不论是粪肥 废木材 落叶或花生壳 都能派上用场 而且这个行动发电厂 只要一个20英尺的标准货柜就装得下 可以造福没有供电网络的穷乡僻壤 不让以开发国家专美于前 在经济上静集中的越南 美光河三角洲地区的最大城秦居市 以往随意丢去的椰子壳 现在都有专人回收 因为四颗椰子壳就能让一部电风扇 运作四小时 这家发电厂营运三个月 已经产生1243千瓦小时的电量 相当于1700个家庭 一整年的用电量 至于常年遭到封锁的中东加萨走廊 因为物资短缺 80%的人口依赖国际援助维生 现在也懂得花费为金 自从国际红十字会 在村里安装了十部生殖瓦斯机 农民生活有了转机 除鱼和动物的排泄物 变成瓦斯和肥料 不仅节省生活开销 也让一度被迫荒芜的田地再现生机 大家新闻女方编译